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而这时有好几个熟识的鬼魂看到了他,优利一开始装作看不见他们后来实在装不下去,就逃走了。 其余几个鬼魂已非常缠人而出名,他们开始追优利,优利拼命逃跑,瑞宇的后妈跟其妈妈聊天, 妈妈们说瑞宇有些异常总说人的后面有人,优利的后妈让这些妈妈担心自己家的事,少管他们家的事,其余的妈妈们议论纷纷,说果然不是亲生的就不一样还说说她是看上了强滑的钱, 瑞宇的后妈打电话给保姆让她帮忙接送孩子,优利又来到幼儿园看见瑞宇蹦蹦跳跳的,以为她好了但这是她看见了那个小男孩的鬼魂, 想起上次瑞宇在冰柜里的惊险经历连忙追了过去,瑞宇和小男孩的鬼魂在楼上玩耍优利过去把她抱在怀里, 以前她作为鬼魂时经常做这样的尝试,但都没成功这次她终于可以抱住自己的孩子了, 不禁喜急而泣,老师找到了瑞宇问优利是谁又把优利认成是保姆,所以说可以接走瑞宇了, 医院里张教授大发雷霆因为那个心脏病人开副后,强华就跑出了手术室,张教授把强华的工作证扯掉跟上拉走了张教授告, 诉她强华有幽臂恐惧症,而且强华不愿意接受治疗,原来以为强华已经忘记又利的事情现在看来不是, 强华开着车放着我很幸福的音乐却好像难以,在强颜欢笑,她到了存放又利骨灰的地方看着又利和自己的合影, 上面饭桶的自己,与自己的工作证上面的一样,又利在怀孕后期就在照片上乱画,强华帮她抚摸着肚子, 这时她的小老婆敏静的电话声响起她却没接,又利带着瑞宇走在街上感觉很幸福蹲下来对瑞宇, 说她真漂亮,她准备送瑞宇回家的时候瑞宇却看到马路另一边的,儿童游乐设施想去玩, 敏静打电话给强华说瑞宇不见了,两人到处寻找都找不到,跟上跟老婆说起她看到又利的事情, 她老婆说在路边,看到有些,像又利的人也会呼吸困难, 她老婆说就算又利回来也很好,但跟上认为很麻烦, 又利推着瑞宇荡鞦韆,瑞宇玩得很高兴,又利越推越高瑞宇从鞦韆上面掉了下来, 磨破了手皮,她抱着瑞宇哭了起来连声说对不起, 她想起自己出车祸时躺在路边向街边的人求助哭的, 更起劲了,强华找到了游乐场,发现又利在抱着瑞宇哭泣, 她惊,呆了慢慢走了过去,鬼魂们起了争论难得说强华, 好不容易度过了,失去又利的艰难时光, 再勾起她的回忆很残忍,但女的说死了的人更可怜, 又利怀胎十月却连孩子的脸都没有看到就死去了, 更可怜,又利活着的时候有一次跟老公吵架了, 她提着一个大行李箱,来到姐姐的店铺,大发牢骚,姐姐安慰着她, 并给她炸鸡吃又利,仍然气愤难耐, 发誓这次就算老公跪下来也不原谅她, 而复活后的她意识到活着是多么美好,不想再为琐事, 而烦恼,强华看到又利抱着瑞宇吃惊不已跌坐在地上, 又利连忙逃跑被强华抓住,强华和她都热泪盈眶, 强华和她来到一间餐厅又利犹豫着, 要不要告诉强华真相,也许告诉她真相强华会很为难, 又利想象着向强华诉说自己是来驱鬼时她的反应, 觉得有口难开,她现在紧张的样子跟准备, 查看强华一科考试成绩一样强华捏了捏自己的脸, 又利准备否认自己的身份时, 强华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, 告诉她这样的涂鸦方式只有又利会做, 强华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又利想着该如何回答, 敏静焦急地等待着强华回来, 看到强华抱着瑞宇回来, 问她怎么回事, 强华解释说是个朋友带走了瑞宇, 把瑞宇交给敏静后, 就急着去跟又利见面, 又利说自己醒来就发现自己在古灰塘, 而对这四年的,记忆毫无印象, 又利说自己是模范灵魂, 所以有49天的奖励休假时间, 强华以为又利还不知道自己在婚了, 藏起了戴戒指的手, 这时又利说要去洗手间, 而敏静发来消息问到底是怎么回事, 敏静问瑞宇今天带走她的是谁, 瑞宇说是漂亮阿姨, 敏静继续追问瑞宇却不回答, 强华紧张得腿不停颤抖, 又利看见准备先行离开, 被强华发现追了出去, 强华叫住她, 强华不明白为什么又利总是逃跑, 又利说自己只是虚, 要时间静下心来, 强华给又利订了酒店并给了她银行卡用来买生活物, 呲,强华嘱咐她就待在房间不要去别的地方, 又利为自己带走瑞宇的行为道歉, 强华走出酒店大门却在门口辗转徘徊, 又利躺在床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, 跟上来到姐姐的店里告诉姐姐说闹鬼了, 姐姐用锅,缠打了她的头, 还就她的耳朵说又利不会变成鬼, 两人打闹嬉戏着时刻们看得很开心, 强华在姐姐的店铺外不停自言自语, 姐姐出来吼她, 告诉姐姐又利复活了, 姐姐不信她的话, 宁静问今天带走瑞宇的是谁, 强华没反应, 宁静为弄丢瑞宇道歉强华说是自己的错, 因为朋友跟瑞宇很熟才带走了她, 宁静追问那个朋友是谁强华支吾着敷衍过去, 强华的手机响起原来是消费清单提示强华说事后, 备用自己的卡消费, 又利叫了多份外卖准备好好享受一番, 她一边大块朵仪, 一边开了啤酒然后打开电视, 以前的又利作为鬼魂待在强华家里看着他们一边看, 电视一边享受美食, 馋的口水都流下来来, 现在她终于可以看自己喜欢的台了还有那么多美食, 相伴高兴的不行, 鬼魂们聚在一起看着电视里的人吃炸鸡都很眼馋, 有个老公公的鬼魂出现埋怨自己的媳妇, 媳妇只有小心赔罪其余的鬼魂都有些不平, 因为公公应该去找不争气的儿子的麻烦, 却总是盯着无辜的媳妇, 大家讨论着又利的鬼魂消失了很长时间问有没有鬼, 魂见过, 见过又利实体的鬼魂们都否认了, 又利想起那个在幼儿园的小孩的鬼魂决定先把他解, 决掉, 张教授说自己已经把强华的事情上报强华必须接受, 治疗, 强华告诉跟上又利复活了跟上不相信, 还是有些鬼魂都知道了又利复活的事情, 他们准备找到又利, 但不告诉其他的鬼魂, 这时一个女鬼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从宾馆出来, 看起来不舒服连忙跟上了他, 强华跑到宾馆又利正走到大厅, 发现到处都是鬼魂, 他看见了那几个熟识的, 装作看不见他们, 那些鬼魂们开始卖惨又利只能答应帮忙, 实际上那个女鬼的儿子只是因为拉肚子而难受淡胃, 生间里面没有纸了, 这时卫生间的灯光突然熄灭外面扔下来一桶卫生纸, 还有女人让他擦干净的声音, 又利走出酒店大门与强华错过, 强华询问前台他担心又利是突然消失的, 从前台那里得知又利是走出去的, 强华紧张地赶到又利家里问有没有异常, 妹妹在门口发现了治疗膝盖的保健品, 强华知道又利来过了便告辞离开, 又利来到幼儿园发现一家下课了, 他看到那个小孩的鬼魂把他叫来过来小孩的鬼魂, 很开心, 因为又利能看见他又利想带他离开幼儿园, 老师追了出来认出他就是接走瑞宇的人, 对他发了顿牢骚, 又利看见幼儿园在招人准备应聘, 又利趁着校长和家长们开会的时候寻找小孩的鬼魂, 他突然头听到家长会的内容原来家长们投诉瑞宇总, 是自言自语, 又利很愤怒恨不得去送那些投诉的家长们一顿, 这时瑞宇突然过来牵住了他的手, 强华拿出手机发现了闽静准备去接瑞宇的消息, 连忙打电话过去说自己会去接瑞宇, 但是闽静已经快到幼儿园了, 有次闽静找到了一本书里夹着的又利的照片, 交给了强华, 强华意识到闽静是认识又利的, 连忙赶往幼儿园, 又利针对瑞宇说不会再让他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, 跟上的老婆每年在又利生日的时候会纪念他, 而又利的妈妈把又利的照片放在床头, 每晚都会看好久, 还会抚摸着照片说话, 他总是把女儿的照片放到怀里, 这时又利的鬼魂就会拥抱妈妈告诉他自己也爱他, 又利买了鰻鱼放到姐姐的店铺门口, 他觉得给予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, 记得关注再走哦!